我觉得我的整个的就是开局之后领先之后的对于整个比分的把握没有把握好吧 然后就是一直是多拍之后自己的得分手段呀 然后一些失误啊会比较多就是对于整个多拍的消耗会比较大之后 感觉我的整个多拍能力啊然后速度啊可能被限制了吧 这也不是这一次比赛吧就是其实像我们中国队的话其实都会比较辛苦 因为我们从奥运会之后回国要隔离隔离完以后我们紧接着参加了国内的比赛 参加完以后结束又马上到这边来 其实一个比赛接着一个比赛我觉得我们休息的时间不是特别多 然后对于每个人的精力的消耗可能会比较大吧 像对我自己而言虽然可能说是确实会有点累 然后会就是特别是在注意力上吧 然后整个身体上我觉得可能会有点 但是其实前两天也是因为这个问题 然后自己调动的不是特别好之后打了三局 然后又对是一个体能的消耗 其实就是还是主要是自己自己的问题吧 就是调整的不够快啊 然后就是就是这方面就是准备的也不是特别充分吧 所以我觉得导致今天说要比赛 对就是都是自己就是没有做好 我觉得怎么说的不是特别满意吧 因为最后的结局自己没有做好嘛 虽然过程可能整次比赛整个过程都比较辛苦 然后比较艰苦 然后但是我觉得没有把最后一做好 然后再刚刚没有把守好自己这一分 我觉得很遗憾吧 然后对就是还是需要继续努力 对 对 对 好 我 然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